你是不是每次撒娇都能达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爱她 后来你是因为怕了她 后来我真的是 那你为什么不识说呢 你看着她在众人面前出丑 你看着她永远不能成长 不能自我提升 你为什么不说呢 这不是爱人的责任吗 因为要是哪天你要是腻了 你不愿意再捧着她玩了 她怎么办 她怎么办 所以以后当你不想看她撒娇的时候 你觉得这种撒娇已经超过了尺度的时候 请你说出来 否则的话就不要到这儿来 让我们给你评理 就这样吗 女生其实好好说话声音挺好听的 但是女生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们 在看你们这个的时候有点受不了了吗 这过分了 我相信在你身边你看到的一些女性 可能就是这样被宠了 但是成容颜老师所说的那样背后的原因你并不了解 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 今天的委屈 今天的难受是因为老师们像说皇帝的新装一样告诉你说 姑娘你这样并不美 记住就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号》 我们两个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 这两年来时间挺长了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你也对我很好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分手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离不开你 真的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今天我能忍的都忍了 我能哄的也都哄了 我实在是被你逼得没办法了 假如说如果今天你能够和我和好 你能够做出改变 但是你又能改变多少呢 你自己恐怕也不那么确定吧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太累了 放过我吧 女生那是什么呀 妈是我送了她的恋爱劝 恋爱劝是干嘛的 里面就是有亲亲劝 和好劝和不分手的劝 那个劝是什么劝啊 和好劝 这是和好劝是吗 对 只要某一次如果我生气了的话 她只要马上拿出那一张的话 我就能不生气了就能够满入她的要求 好好好 这好像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闺女三四岁时候 过家家玩这个 您多大了 二十四 还玩这个呢 有意思吗 您这娇皮手套有什么意思啊 我是希望她 不要像小公主一样地去生活了 应该学会成长 学会自己独立地去做一些事情 你都要跟人分手了 你跟你讲那么多道理干吗呀 你不是分手了吗 我希望她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我希望她能够做出一些改变 回去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谢谢您 请回吧 谢谢 谢谢 谢谢